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类似于现在的热水带 赋予人家有取暖的办法 皇族的取暖方式更加高级 古人凭借高超的智慧 发明了一种可以调节温度的房间 称为温调房 东汉时期大科学家张衡西京复理就有记载 温调房的原理据说是 以焦为泥涂饰 将花椒捣碎霍泥涂在墙壁上 制成墙壁的保温层 这样一来可以达到防寒保暖的效果 不过这种奢侈的方式 只有贵族富裕的家庭才能用上 据史书记载 西晋首富石虫就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 古时的建筑门窗接在院内 均在南面 这样迎合了太阳光入射的方向 最大限度的提供了采光面积 充分增加了室内的太阳辐射热 西面也设有窗户 等日落西斜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太阳光的照耀 而且古代的房子外面包有厚墙 屋架结构采用的是粮式构架 这种古建筑便可以在冬季 获得比较充沛的日照 可以避免寒风的侵袭 早在秦朝的时候 皇宫内就出现了壁炉和火炕 用以取暖 现在东北的很多人家 还用火炕来取暖 真的是非常暖和 但是对于古代的穷苦人家来说 可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我国是最早使用煤的国家 用煤生火取暖 是古代最普遍的方式 但是古人取暖也分三六九等 不同阶层的人家 用煤炭来取火的方式 那必然不同 生活在底层的人民 一如白居易口中的麦炭翁 则可怜身上衣正丹 仅有炭剑怨天寒 普通人家的老百姓 只能在屋里点上炭 或者是木材来取暖 当然它是没有烟囱的 但是在冬天被烟呛着 已经算是幸福的烦恼了 当然穿衣取暖也很有讲究 贵族轻球加深 穷人基本靠斗了 但球并不是古代贵族的专利 它根据材质不同贫富皆宜 算是古代最常见的冬衣了 就像是现在人们穿的羽绒服 有钱人家穿虎 雕 鲍 所制成的球衣 轻薄保暖 而普通人家就只能选择 鹿球 羊球 狗球 明代之后就有了雪坯 最高级的里面是皮毛的 春秋冬三季都通用 老板的《红楼梦》里 林黛玉整天披着的 就是这种衣服 看过《甄嬛传》 你也应该知道 除了球衣 一般老百姓还用丝麻 作为被褥冬服的主要原料 用丝麻制成的冬服 称为袍或者剪 那么家里贫苦的老百姓 只能穿上布衣或者鹤 这个鹤是用瘦毛或者粗麻 编织在一起的一种衣服 类似麻袋片 那么可想而知 穿着麻袋片的穷人们 度过冬天 也基本上就靠抖了吧 我看你会对那种衣服 都不太想要 但是那种衣服 优优独立的穷人们 也基本上就不太想要 进行确实了